白色统部调查员强山记者采访赵 他就一直要扣押照相机 后来就两张照片就删掉了 他录音说同意杀杉的 你有同意他杀吗 他随后啊 怎么不同意 他说要带回去啊 说这家关几次的 检调侦办云林骨坑园医专区 诈领补助款逼案 竟发生调查员拦阻采访记者 不删档案就不能离去的离谱事件 云林地检署检察官 昨天指挥调查员 到云林县政府农业处搜索 调查股坑花卉所作色 前理事长黄炳黄涉嫌云林性包商 已不实发票请领补助款 但搜索过程中 调查员以侦查不公开为由 要求新新闻报与联合报两名记者 去当场删除照片及引带才能离去 期间还不让他们讲电话 僵持了20分钟 最后记者自删档案才脱身 法务部调查局昨天澄清 搜索时发现一名女子 闯入现场录影搜证 对方未表明身份 还自称是路人 才告知侦查不公开 要求删除档案 并无胁迫恐吓行为 在联合报记者强调 她一开始就表明自己是记者 新新闻报记者也说调查局 睁眼说瞎话 将保留法律追溯权 云林县新闻记者协会 所以提出严真抗议 认为检察官胁迫恐吓记者的行为 根本是白色恐怖翻版 新闻自由倒退录 动新闻云林报导